20號,嘉碧儀,22歲的學生 身高五呎五吋,體重98磅 致向她成為出色的律師 三位詩儀,你們好 你好,家小姐 麻煩你如何說服Dudu姐 和你們一起穿三點色 我一向都不喜歡穿三點色 在觀眾面前出現 我拒絕,我不肯穿,影響我的形象 每年香港只有12個決賽的佳禮 如果你可以穿三點色 和我們一起,好像一起跟我們打氣 就像我們一位的佳禮 剛才十三不搶? 不是的 你的意思是你穿三點色就拍得好看 你穿得不噁心 你哪是這樣的意思 我做私人,我不需要穿泳衣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如果Aleg和志偉都穿三點色 可能會嚇死觀眾 對 如果不想嚇死觀眾 我想要吸引他們回來 我想Dudu姐 全靠就要我做榮儀 對,一定要你穿三點色 我們要嚇死觀眾嗎 因為我們真材實料Dudu不是嗎 我想TVB不想嚇死觀眾 對,不想嚇死觀眾 不是嚇到別人 不看又嚇死了,你知道嗎 你穿三點色很漂亮 謝謝 你知道Dudu為何不穿嗎 為甚麼 她現在還可以蓋著比較難看的部位 不是 她穿三點色表現出來 就真的嚇死觀眾 不可能 不用回答他們,回答都沒有 謝謝20號 謝謝 5號,保采婚,20歲學生 身高五呎五吋半 體重106磅 只想成為成功的歌手 三位C,你好 Amanda,你好 Dudu姐說要隆重其事 還準備了三套漂亮的衣服 結果第一套衣服,大家就嘩一聲 那這套應該是甚麼衣服 觀眾會說 因為Dudu好像今天穿很漂亮的眼妝 他們稱讚她漂亮,稱讚她很高貴 第二套,大家就說,有沒有搞錯 我想他們這樣說是因為 她出來就穿很小布 Dudu穿很小布,大家說有沒有搞錯 就是你覺得她沒有身材 一小布就遮不住了 不是 不是,Dudu那麼漂亮 她不需要穿得那麼小布 每個人都知道她很漂亮 不需要穿那麼小布,知道她漂亮 突然之間發了神機,穿得很小布 我以為突然懷疑了 有沒有搞錯 那麼難看,也穿那麼小布 好了,最後一套衣服 大家都會一聲噴鼻血 這套是甚麼衣服 噴鼻血的衣服 噴光了 我想她其實是沒有穿衣服 所以她噴鼻血 三周年,Dudu沒有穿衣服 為甚麼我要沒有穿衣服 這個收拾就能爆發了 沒有穿衣服,不是噴鼻血 吐吧 不用這樣嗎 你站遠一點,我告訴你 為甚麼我要沒有穿衣服 對,為甚麼要沒有穿衣服 怎樣變得人 你不記得戴 不記得戴甚麼 對了,不記得戴甚麼 不記得戴衣服 不記得戴衣服 當然是瘋了 是嗎 真的 你覺得這樣,大家都很開心 真的嗎 我也覺得是這樣 但她不知道是否適合 當然不適合 你不適合 全部電視上機,別嚇壞小朋友 好的,謝謝Amane 謝謝 11號,林敏利 21歲,學生身高五呎五吋半 體重一百磅 只向她成為成功的商業女性 你好,三位思兒,你們好 林小姐,你好 你好 那些玄學家說,如果前一世是魚 今世游泳就會很厲害 如果按照這樣推論 你猜猜今晚我們其中三位表演嘉賓 她前世是甚麼動物 第一個出場是莫華倫 那你想她前世是甚麼 我想莫華倫應該前世是一隻小鳥 一隻小鳥嗎 小鳥沒有喊得那麼大聲 但我覺得牠是一隻麻鷹 麻鷹 一隻大隻小鳥就叫大聲一點 不是,因為牠給我的感覺很威嚴 很有威嚴 聲音很紅壯 對 好,第二位 楊千華 你覺得她前世是甚麼 一個是否也會笑 我也覺得是一隻小鳥 也是你小鳥 為何這麼多人前世是小鳥 因為我覺得小鳥唱歌很厲害 在很多動物之中 是小鳥唱歌最好 你問你個性就是小鳥 你試試問這個不是歌星 但他第三個問題還是歌星 我可以說轉了牠還是不轉 你可以轉了牠 轉了牠嗎 曾智慧前世是甚麼 我叫你轉,就不用轉我 那你叫我轉,我轉你了 都是小鳥 當然不是 在外形就像烏龜 長壽 長壽、金錢龜 長壽、金錢龜 龜之中也有很多種 最貴的就是金錢 金錢龜 你多點分離 金錢龜,還要不拖嗎 不拖 九千多元 你值得嗎 又解讀吧 還有金錢龜有甚麼好 為甚麼會是金錢龜 純粹是外形 關聯甚麼事 我的感覺 你覺得牠有甚麼像金錢龜 除了外形之外 你覺得牠有甚麼像甚麼 看著你,說一下 猴子 好,行了…你行了 謝謝… 還要脫毛了嗎 行了,行了,別回答他們了 再見,謝謝 5號胡家偉,19歲的學生 身高五尺五吋,96磅 將是成為成功的藝人 三位C2,你們好 你好,惠小姐 你好 你知道,香港人也知道 世界也知道 智偉和Dudu做了影帝影后 阿Lak拍了這麼多電影 沒有說得獎 提名也沒提過 你知道嗎 沒有這樣的問題 到底他演戲差甚麼 如果讓你想一部電影 讓他量度身定做 還是他可以拿影帝 你會拍甚麼電影 我想阿Lak不可以稱為差 可能樣子較輸蝕 即是… 我有輸蝕過曾智偉和鄭玉玲 不用說那麼多個字 你只能說個衰才行 你先聽我講 其實因為你的樣子 長得太正氣 正義想言 不賣堆 所以真的拿不到 紅光換髮 很多導演不敢找你拍些奸角 小人物、賊 那些發揮得太大 因為如果能成為一個成功的演員 做起平時自己生活的角色 發揮沒那麼大 真的懂得 我們可以做演員 我我演員的步驟就是做自己 你想嗎 我只能用四個字形容你就是有眼無珠 不用理會他,這個說就說 你回答得好,今晚會贏 如果開一部電影給你發揮 甚麼電影,不是文天祥 我會選一部叫做傻仔,阿聰明 他真人都是這樣 因為所有人都知道你聰明 你說一句話,走一步路都會醒醒 如果叫你做傻仔,假裝傻 我想發揮會很大 即是阿金正傳 還不是自己,只是假裝 即是阿金正傳 認識貨,你今晚贏,我覺得你贏 其實他正在寫一部電影 跟你說話差不多 他寫一部電影叫小狗阿聰明 不用理會他,你贏了 你可以回來後面 謝謝 很聰明